今天AT开仓第一只精选港股是长江基建1038 长建上市25年以来 保持股息每年都有增长的记录 2021年多派1% 今年中期息亦都保持增长 长建最近两年大幅提升派息比率 2020年和2021年派息比率分别是8.5和8.4 远高于2016至2019年 介乎5.8至5.9 今年中期派息比率是4成 较去年同期的5.8下降 花旗银行指长建未来潜在有并够机会 以推动盈利和股息增长 长建财务实力行后 在今年6月底持有现金96亿 负债比率维持在偏低水平 负债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是12.9% 除了提供条件进行更多收购外 亦都提供稳固的派息能力 策略上建议47元买入 目标提供14元 只欠位在42元 第二个精选港股是华润啤酒291 随着上海6月解封 单计6月份全国啤酒产量是419万千升 按年上升6.4% 5月数据是按年下跌0.7% 显示产量出现转势 亦都预告内地啤酒行业走出谷底 在业务前景方面 潤啤下半年生意 可望随着防控松绑而复苏 下季亦都是啤酒传统销售旺季 值得留意的是 7月以来环球遭受热浪侵袭 内地亦都高温不止 尽管近日华南因为热带低气压 而带来暴雨而降温 但中央气象台预计 华北至江南多地将会维持在40度 而且高温范围有望向北扩展 酷热天气提振啤酒需求 高盛预期润啤7月和第三季的销售趋势 将会受惠于全球热浪 以及职饮及外卖消费复苏 加上成本压力有望舒缓 同时公司的加价能力稳固 可望推动盈利扩充 美银亦都相信 在去年基数较低的情况下 润啤下半年盈利增长将会加快 润啤7月至今 股价随着大市同步回落接近7% 摩根士丹率预计 润啤2022至24年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会是24% 认为近期股价回调 短期股值吸引 故此建议增持 目标价体60元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苹果公司AAPL 苹果上季收入增速进一步放换至低单位数 顺利计2020年第四季以来 再次录得跌幅 不过在投资市场的魅力反而有增无减 股价在过去一个月以来 内计反弹超过20% 市值重上25000亿美元 重夺全球最大市值企业为止 管理层早前预警 供应链紧张 将显著拖低收入表现 似乎出于控制市场预期 自至6月25日为止 第三季收入创出新高 接近830亿美元 今年上升1.9% 符合市场预期 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服务收入 除了新iPhone和其他产品憧憬 苹果过去10年来 回归政策支持股价 2012至2017年期间 透过股份回购、派息 以及现金结算换债方式回归股东 合共2339亿 近年回归力度进一步加码 2018年回归金额893亿 2021年度更加高达1065亿 本年度头三季已经回归820亿 但有机会再创年度新高 苹果的市盈率目前是27倍 到30倍以上偏高 在21倍属于较低水平